公屋租戶門報資產有什麼後果? 一個將軍佬採明院租戶 在2022年做資產申報時 申報並沒有擁有土地 不過房屋處調查後 發現這位租戶原來擁有一幅市值200萬的新界土地 違反房屋條例 星期一在官堂裁判法院被判罪成 裁判官說考慮到案情的嚴重性 判他監禁2個月、緩刑12個月 這位租戶已遷離涉事公屋單位 戶籍亦已被取消 房署提醒租戶必須如實申報入息和資產 否則可能會犯上這些條例 亦都會向租戶追回因為資料不正確 而交少了的租金或收回現有的公屋單位